有關今天美女報導 巴西雞蛋的有效期限的爭議 農業部今天在這邊特別跟所有的消費者做一個完蛋的說明 我們國家從不同的國家進口雞蛋 都會根據當地的雞蛋的包裝廠 取貨廠 以及它的運輸的條件而有所不同 那以巴西進口的雞蛋來說 它的有效期限是120天 那今天美女所報導的相關的這些雞蛋標示的一個問題 那據我們了解 它的雞蛋的進口是在5月25號到5月27號 那它的有效期限是在9月24號到9月27號 換句話說 現在目前市面上的所有的巴西雞蛋 都是合格安全在有效期限之內 那業者的標示錯誤的問題 那據側面了解 業者在今天也已經自動下架 那食藥署在昨天也有派員了解 那相關的結果應該會在今天進出的一個公佈 那另外有媒體報導 說我們進口的雞蛋經過水洗後 它的有效期限都是一個月 其實這是錯誤的 我們進口的雞蛋經過洗洗後的有效日期 完全還是要依照原來來源牧場的有效期限為主 而這個有效期限會標準 會當初在進口雞蛋 進到台灣的時候 衛武部食藥署所發給的食品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輸入許可裡面 就非常清楚的標示 它的製造日期跟它的有效期限 而且巴西進口的雞蛋 以及其他國家進口的雞蛋 每一批都有這樣的一個標示 那葉子拿到這批蛋以後 它的標示 不管它什麼時候進到席選場 它的有效期限都要根據來源場所合定的一個日期來標示 農業部再次強調 目前是巴西進口的雞蛋都在有效期限內 請大家放心的使用 製造日期打一個月 但是我也對社會這麼愛護 這一個月 一個人也不能在派 派也是包吻 對社會這裡都有保障 這兩人完全符合到需要的規定 這輩的入期不符 和政口的入期不符 這是我的所有 對社會這裡打一個實力 但是我們台農和新興蛋平的洗選蛋 就是有負責論 標示我們都按照規定的標示 還有保障消費者買回來的機能 這麼安全 如果有什麼弄外派 我也要負責 負責的那個保障消費者 現在那個需要是你說這個標示不符 我們就全民都回收 如果我們要說這裡 讓我們知道 我們要負責的內容 我們要負責的資訊 如果我們要負責的資訊 我們有負責的資訊 我們要負責的資訊 by bwd6